美军军舰近距离监看 辽宁舰殲15战机降落甲板 美军舰上华裔官兵还发出惊叹一声 两军遥望监控外 还有更近距离的交手 网友在推特上贴出这张卫星图 清楚看见台湾东部海域 辽宁号舰队群中间居然多了一艘 美军神盾级伯克驱逐舰 紧咬着辽宁号以及054A导弹 护卫舰黄刚号 后面901型补给舰虽然紧追在后 却被说像是切断了解放军舰队的补给线 周围其他解放军护卫舰 只能眼睁睁看着伯克级插队 两军逐渐接近日本宫古水道 从照片上显示 它应该就是按照一个单纵队的队形 伯克级跟辽宁号中间 还有一个054 按照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规定 各舰的距离最接近可以到550公尺 整个过程应该没有那么刺激 其实日前早就出现日本春雨级军舰 与伯克军舰包夹辽宁舰的状况 现在更传出英国航空母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5月抵达西太平洋 英国航舰将前往日本过程中 与美日韩等国共同操演 地点就在解放军自家门口 中国当然不是滋味 航命间听到共军战机 侵扰台海西南空域 高度仅仅30公尺 挑衅意味十足 台湾则是进行 抗光山7号演习 兵棋推演 将辽宁号双航舰打击群 纳入响定科目 与盟军操演不脱节 不让解放军有任何侵略突破的机会 我还记得这些中国的网友讲说 1加6这个航母打击群 是海上最美的风景 最给力的一个舰队 那你想想看舰队可以像打篮球一样 随便人家插进来 就外卡就卡进来了吗 有这样的情况吗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讽刺的 晃哥 我们看到是 这张照片不是都拿来笑说对岸 因为被近距监控 而且人家是用叩咖的方式 可是偏偏他们说 这张照片充分展现出 人民海军的自信与开放 入选了解放军的海军成立 72周年纪念突击当中 这头上有问题啊 来 晃哥 我不晓得编这篇文章的 是不是高级黑 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怎么会是纪念图文呢 除非这个现代的中国的 中国共产党的高阶干部 都是阿Q的船人 就是用这种阿Q式的精神 来做精神胜利法 那我也没什么意见 那辽宁号其实你从他出发 离开他的母港青岛到现在 今天已经4月27了嘛 其实也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辽宁号的奇幻漂流旅程 应该差不多快结束了 因为他今天早上的位置 其实已经到了差不多 从台湾的东部外海然后往左 准备要进入宫古水道 然后准备要回青岛 可是我们上次 刚刚桂亚给我们看到照片 我们已经探为官职了 对不对 后来我们在节目中 讨论过另外一张照片 就说那里变成一个打卡热门景点 那现在呢 我手上拿的这一张 是昨天最新的照片 4月26号 在菲律宾海的照片 那大家看这个编队 其实非常的清楚 这个最前面的 是这个带头的舰队 是055的驱逐舰 然后中间这一个呢 这一艘 你有沒有发现 这个一艘是辽宁号 那你有沒有发现 在驱逐舰跟辽宁号中间 插了一艘 这美军的提康德罗加的巡洋舰 好像这个人是来这边say hello的 然后辽宁号后面 这一艘是中国的 这个也是飞弹驱逐舰 然后这一艘呢 这一艘 大家看这一艘 这个圆圈圈 这是马提斯号 马斯廷号 他是驱逐舰 可是问题是 中间这两艘 这是中国的飞弹驱逐舰 驱逐舰顾名思义 就是要把不友善的人驱逐走 那结果你怎么让马斯廷号 插到辽宁号的后面去了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马斯廷号 等于说辽宁号跟他的前面这一艘舰 是被两艘美军的一艘巡洋舰 跟一艘驱逐舰给前后夹击 那这个如果你稍微懂海军的人 大概就知道 你看得出来 这个如果是中国解放军的海军 稍微有脑袋的人 看到这个 这回去这个 指挥这个舰队指挥官 应该要送新疆 再教育 要再教育 因为表示你在海上战术执行不力 在座我们很多男生都当过兵 即使我们当陆军的人 我们当陆军的人 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 行军 就是一个纵队 一个班行军 你在新兵入伍第一天 第一次出去外面走路的时候 班长大概就会告诉你 不可以插部队 就是说你不可以去插人家的部队 还有你的部队不能被人家插过 因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很重要 你就要插一下会怎样 不对 因为万一在战争的时候 如果你的部队被人家从中间截断的话 你这个部队就完蛋了 就只能打败仗 因为你会陷入前后被夹击的困境 那今天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辽宁号 他就是陷入前后被夹击的困境 也就是说你的航母打击群 在实施 不管你是训练也好 或是演习也好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一堆红色的 怎么会被黄色的美军的军舰 给前后夹击呢 而且这不是只发生一次 我刚刚为什么提问 我们上个礼拜讨论说 也是在这个 弗雷冰海附近 当时辽宁号不知道什么原因 停在那里的时候 那里变成打卡景点 有美军的 有英军的 有法军的 有日军的 然后甚至经过我们新南海域的时候 还有我们的成功舰 那结果这个教训 我不晓得中国的解放军海军 你到底有没有记下来 当你要回程 他现在应该是准备要回他的母港 青岛 竟然让同样事情再发生 而且别忘了 今天美军是加码 除了海上监控之外 空中还有一架RCE-135的侦察机 而且还怕RCE-135的游用完 后面还跟着一架KCE-135空中加油机 在那边跟着你 我一再跟观众朋友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说 以美军的航母打击群的作战概念来讲 200里的 200海里的半径 也就是直径是400海里 那是等于是他的航母打击群的禁制区 你任何的船机是不可以靠近这附近的 你要靠近的时候 他就会警告你 所以部队 对不起我们部队在这边经过 请你离开 结果中国的号称这个 伟大的国家的 这个第一艘航母打击群 第一个航母打击群 竟然海面上有美军的舰艇 跟你几乎就是亿部亿区 那如果中国有海上的跟骚法的话 也许他可以提告 就是美军你为什么一直骚扰我 一直跟着我 然后天空上有美军的电针机 在你附近飞来飞去 那很多人在讨论说 请问水底下有没有潜艇在底下跟 这个当然我们看不到 所以你光从这短短的几张照片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也许没有错 他这几年军事力量有强大了 不管在直跟量上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前两天也下水了三艘最新型的舰艇 那个看起来都威力都还蛮强大的 但是他就整个战术执行 还有现代海战的观念上 其实我觉得还落后美国还蛮远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件事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照片 看起来很糊对不对 这都是商业卫星拍的 那请问美国的军事卫星有没有拍的 那看得可清楚了 我可能连上面人一天吃几餐 有没有在挖鼻孔都知道 今天晚上吃什么菜搞不好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觉得如果你是中国的解放军 难道你不会害怕吗 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会觉得很害怕的 好你来看看我们这个台湾有一些军事迷 他们粉砖上面对这件事情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不是在一个点而已 已经他要回程之后 你再把它对掉掉 所以好几个地方发生类似的状况 就是被插队被跟 所以跟骚法那一块 为什么变成一个笑话 我请教正好我们来看到 网友的反应是什么 是不是美军要一路跟跟跟跟 要跟到上海或者是青岛呢 然后就说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 真的很坏 要跟着你一块的游南海吗 可是你想想看 老共都已经把这个驱逐舰亮出来了 那是不是说我是驱逐舰为名 没错啊 可是我根本就无能为力 挂不出去了 所以很多人说是插队嘛 其实不是插队是压送 压送 插队跟压送是不一样的 插队是说我们两个 刚好是要往同样的目标 对不对 我们都要去上海 手套有用外套包 对对对 手套拿到他还戴安全帽 他们是这样子的概念 是压送 真的是压送 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是压送 我刚话可讲是比较新的 我给大家看稍微早一点的 稍微要早一点 在台湾的东部外海这边 然后在东部外海的时候 你看哦 一号是所谓的辽宁号 二号还有三号 四号五号都是中国军舰 可是偏偏中间差一个六号 六号就是美军的伯克级的军舰 然后呢到后来到 晃哥讲那边 结果呢又来一个 提康德罗加级的军舰 前后夹级嘛 然后呢上面有 KC-135还有R-135 电阵机跟加油机 在上面巡 下面刚刚晃哥讲对 有没有可能有所谓的核子东西 在下面跟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典型的 是压送阵型嘛 为什么叫压送阵型 很简单 因为今天伯克级跟提康德罗加级的军舰 他们的距离现在看卫星大约10公里 10公里的概念是说 只要伯克级或提康德罗加级 愿意针对辽宁号做饱和攻击 辽宁号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这跟强弱没有关系 就是说今天即便是中国一艘05或054 进到美国航空母舰的10公里 也是随时可以送他上天堂 就那么简单 可是你看他一路压一路压一路压 中国有没有什么剧烈的反应 没有反应 为什么因为他今天出来是拍外景的 我们直接讲嘛 出外景的时候拍海军节的影片 其实军事专家是这样讲 说我们看到这个图 尤其在台湾这么多 你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美军的话 你看到辽宁号配上五艘 辽舰在台湾东部外海 我们台湾的军事压力会有多大 然后再往上进攻过海峡 绕攻海峡回去的时候 如果没有美军的话 日本的军事压力会多大 所以美军这件事情 是确保辽宁号 不要做出威胁他国的事情 所以叫做压售 所以一开始我当时讲开玩笑 可是其实很清楚 他是近距离监视 叫请你不要轻举妄动 可是中国也没有 正常来说 中国正常一个国家就说 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吗 我就出来拍外景而已 你给我靠那么近 那中国也就是 好 算了 我就让你跟 一路跟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会有些 比如说实弹射击或实弹试射 然后让美军的跟踪过程中有压力 或者去至少拉长一点 不要这么尴尬 你远远的监控就算 你就够插队插在中间 你远远的监控没有问题 比如他在这个位置都没有问题 可是中国也好像是那种 放弃抵抗的感觉吗 因为很简单 出完外景就想要赶回家了吗 杀青了 细杀青了 不要节外生枝 细杀青了 杀青要不要回去喝杀青酒 没事嘛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 我认为从我这边来看是 中国在做大内宣跟大外宣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进入到 走火入魔魔的状态 他们呢 你看辽宁号那么多人出来 到底干嘛 我们以为是为何后来解密的吗 是因为中国海军节 73周年 还有中国共产党 100周年的庆祝影片 为了拍片嘛 对不对 结果呢 你知道我们与此同时 美军在干嘛 美军在做地表上 第一次的无人舰队演练 无人舰队演练 那个是非常非常跨时代 就是它的上面的飞机是无人的 下面的潜舰是无人的 然后这个舰队也是无人的 然后呢 他们有一张照片是那种 非常小的无人潜舰 大概就那么小而已 然后呢 结果呢 我竟然看到中国的大内宣的新闻 竟然他说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来东西 但我如果是正常的中国 我看会非常非常紧张 我等一下再跟他讲 为什么这样 他竟然说 美国新型无人舰艇 又想要秘密潜入 兄弟们 渔网准备好 我们一起来立功 他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无人舰艇很小 靠渔民 他说我们沿海有非常非常多渔民 我们如果美军过来的话 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用渔网捞起来就好 而且这东西是在中国 非常多军事网站 都在流传这个东西 可是呢 美军做这个无人舰艇 演练 它的逻辑是什么东西 因为它演练是演算法 它在小的潜艇 可以互相搭配的时候 它直接可以弄到大的潜艇 潜艇上面就可以使用 所以我若是中国看到 压力会很大 可是他们完全不管 就做大内宣 就说渔网准备好 因为我们很多渔民 我们渔民用网 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所以其实美国跟中国的军事较量 我觉得中国已经忘记 他们要干嘛了 他们讲渔民这一套 然后自己的小粉红 这些网友也买单吗 买单买单买单 买单各大军事网站 现在都这篇文章在传 太惊人了 所以说现在是这样子 中国已经忘记它要干嘛 坦白说如果它要跟 美国比肩的话 它盖一大堆所谓航空母舰 我没意见 可是如果要侵略台湾的话 盖航空母舰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可是呢 这也变成是中国在面子上 必须要盖航空母舰跟美国去比肩 可是在理直上 必须要侵略台湾 所以他们现在进入到 战略失聚的状况 就会变成现在 中国现在这种很糗很糗的状况 刚刚郑昊有讲到说 辽宁昊他开往我们这个台海 我们比较东部的这个海域 对我们来讲 如果没有美军这样压送他们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很大压力 可是你要看呢 世界局势里面 各国的这个军队 他们都来到这一块 我先请教尹佑老师 我们来看到是 英国证实说没有错啦 我就是会远航到东亚这一块呢 包括我可能会停靠日本啊 跟南韩的港口 而且要干嘛 来千里迢迢来要干嘛 他要跟十多个国家 来进行联合的军演 怎么样来看这个动作 我想第一个我们要去看到的 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啊 你一个北约国家 你一个这个欧洲国家 你来这个亚太这边干你屁事啊 甚至你今天来的作用是什么 那第一个的话 当然就是就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的话 他会告诉了说 他会告诉世界的是说 今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亚太 印太的问题 很多时候他是一个 全球的我的一个战略布局 所以在我一个全球海权的 一个行驶之下的话 我的这些周遭的盟国 都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 执行这些作战的 那当然啦 就美军实际上的作战规划来说的话 他也不认为说 如果今天这个印太有事 我还要等你的这个伊丽莎白号航空 我们今天千里挑挑这样一路杀过来 他也不认为这个是有用 可是我们要看 他这一次在演习的过程中 他呈现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因为今天对美国来讲的话 我美国航母对航母 航舰对航舰 基本上大家都太熟了 他要找一个 另外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 进行红蓝两军的一个对抗 所以其实今天的话 英国的航空母舰 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概念 跟美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其实他是不是要找一个 另外一个假想敌的国家 另外一个国家来扮演假想敌 来跟他的这些美日韩的一个部队 来演练如何打航母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有看到 过去的话老共常常说 他要打航母 这个A2AD也好 美军的航空母舰 绝对是他第一级要打的一个目标 但是现在对美国 甚至对日本 甚至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的话 老共的航空母舰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 一定要打的第一个目标 如果今天不管辽宁号也好 山东号也好 他被别人 被其他国家攻击了 丧失了他的一个能力 那这是不是对解放军海军来说 他是不是要重新去一个调整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去看到 他今天的一个英国的部队 到这边来 他主要是进行这个演训 同时也是去训练美军 以及日本跟韩国 这些其他国家的部队 那这里的话 我们又可以去看 日本的话 他最近的话 很多的国际事件 还有在一些 好像法律上 什么等等的 都有很多的一些调整 其实今天对日本 对美国来讲的话 他最重要的就是要 让日本这个国家 他的一个部队 海上自卫队 能够有更多的经验 能够有更多的联合相关的 一个作战的训练 因为对美国来说 事实上美国可能也认为说 我真的去打仗的时候 你海志 你不要给我在那边 这个拖住我的手脚 你只要做到几件事就好 第一个 扮演好你的前进基地的角色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的系统的整合 我们可以去看 现在在美国 以美国为首的情况之下 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甚至我们中华民国 很多其他的武器 是可以相通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会变成说 我美国的侦测会星 或是我的F35 这些新的武器 侦测到电子讯号之后 传到后方 用我后方 日本的这个陆基飞弹 或其他国家的这些武器 进行一个系统整合的联合打击 这个可能就是变成美国说 我不需要把我的全部家当 跟你搬出来 跟你shok hand 跟你这个说哈 跟你拼了 我只是要透过我这个情资的分享 就可以达到打击你解放军的一个目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在后勤补给的一个上面 今天的一个后勤补给 对美国来讲的话 他在这边简单来说 就是持核拉杀碎 而且我武器要补给 那我在日本的这些基地 是不是你日本的这一个当地的保安 可以去避免我的武器 遭受到中国特攻 北韩特攻 或是其他国家的一个破坏 让我可以去维持我的一个作战能力 那最后的话就是在这个反潜能力上面 我们常说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 或这一次 其实我们都只靠水面上的部队 刚才其实蛮多的一个前辈友 讲到说水下其实才是这一次 真正值得去观察 我常说现在的一个海战 我们要看的是在一个看不见的战场 一个是水下 再来第二个是电子战 我先说这个水下 水下的话 因为要打击航空母舰最好的武器 就是潜舰 就是从海底出击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积极要去 国建国造 我们国家的一个潜舰 要去维持它的一个战力 水下战力的主要原因 那再来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有看到了 就是说很多的一个图表 都有看到说我们这些 这个美国的船舰 给它插队 给它这个像阵头一样 给它这样闯阵 其实它冲进去 除了去打乱它的阵型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要做什么呢 电子干扰 它要看的是今天战场 就一定是雷达 现在不会是跟古代一样 什么望远镜看到开炮 一定就是雷达锁定 飞弹就飞过去了 可是今天的雷达这个电子作战系统 我美军的船开到那边 第一个一定是我要征收 我要去看老共的电子讯号是什么 再来是我是不是有可能给它盖台 我是不是有可能去干扰它的起降 干扰它的通讯 如果今天的解放军海军 它在这些上面 完全被落入美国电子战的一个攻击底下 无法发挥作用的话 那它未来就不可能去进行任何的战争 这个就像在90年代前后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很多那种电子侦察机 很喜欢飞到那一个中国沿海 因为它只要一飞过去 老共的雷达全部都失效了 那后来我们知道 雷达失效的并且没啊 对啊 你现在作战 你等于是瞎子 你根本不可能 你飞弹所有的武器都不可能作用啊 所以其实今天对美国来讲 它这样的一个动作 绝对不是只有单纯去挑衅 很大一部分是在进行一个电子战 这个数据的一个勤收 同时它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 对老共的一些海上的这些 不管是我们讲的这个超舰艺术啦 或者是这个船上水手的这一些的一个能力啦 做一个最近距离的一个观察 就像我们看到 它不是说什么在美国面前起飞吗 可是其实美国就在算 你多久起飞一架 那暂时在我这么近的距离 你这样子起飞 那会对算到我们的美国的航空母舰 那你多久可以去形成你的一个战力 那这样子相较之下 我们美中的一个实力就这样比较出来 所以才会有一个说法说 等于就是在人家面前裸奔啦 因为你让人看了了嘛 你的虚虚实实都会被看光 但国陈老师我们还是从情势来进一步论述 刚刚这个尹佑老师是有讲到说 英国为什么来这边 当然是盟友 而且代表说他没有缺席嘛 英国的海军助理参谋长还讲说 日本是强大的伙伴 那日本跟美国又是一个强大的伙伴的情况之下 发现日本最近好像这个态度的确是蛮强势的 日本发表的2021外交蓝皮书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说我看到中国了 他就是企图要改变亚洲的现状 以往你来看日本可能 不敢说这么白对不对 因为他们很顾虑说 这个老公的想法 到时候可能又怎么样制裁 或者是说他们在经济上可能会蒙受一些损失 可是现在措辞已经变强了 怎么样进一步来看 日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的舰队 出入宫古海峡 这些耀武扬威 其实他本身的国防准备已经有在调整 就是加强跟美国 英国这些国家的合作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中国要破坏这个亚洲的现状 日本要作为一个 在这个地方 首先的一个带头人 就是说 因为对美国或英国来讲 毕竟他还是比较在区域之外 但是区域内的国家如果都不讲话 那中国就更有声音了 表示你们区域内都满意我变强现状 所以中日本这时候发表外交 他们叫做外交情书 这个日文原文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日本作为亚洲的最重要国家之一 我已经觉得他在变强现状 所以我带头提出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辽宁号 其实大家看到 他在海上的精益齐航 现在外船是什么 一个是说他的引擎 就是他的主机 其实有状况 坏掉了 所以呢 美国军舰来 所以平时那边是在做维修 美国军舰来 插退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完全坏掉 不能动 这是一回事 可是呢 现在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 美国方面的资料 他恐怕至少是没有办法跑很快 因为他没有办法跑很快 所以就被美国插队 他本来就跑不快 对他本来就跑不快 结果呢 现在如果要让美国知道说 原来他全力跑 原来只能跑这么快 那这个干脆算了 干脆慢慢跑 让你也摸不清楚 我到底全力跑 能够跑多快 这个是一种说法 但是当然你要说 这是不是一种 好像在搞笑 可是 因为这个 让美国军舰接近到距离他那么近 日本军舰距离他那么近 其实代表他本身 大量的情报资料会外信 像中国之前要拍部电影 我想可能大家在国内地视台 都有看过叫战狼2 这个战狼2 他的故事就是说 非洲某个国家发生状况 然后中国的舰队 可以去护桥了 然后就派舰队到非洲国家 去把中国人接回来 于是这个节目制作单 电影的制作单位 就是中国中宣部 希望人民解放军 海军能够出动支援拍片 但是解放军海军就说 即使是支援拍片 我们的舰艇只要一出来 可能就有情报会泄露 所以对于那个怎么支援拍片 要露出怎样的部分 双方是这个 就算是中国内部都斟酌了很久 才让他露一部分 但又不能露太多 因为对那些美军 日本智慧队这种专业的人来讲 只要接近他距离这么近 到处是情报 从他那个烟飘出来 从哪个方向 这都是情报 然后你那个舰桥上 几个人在运动 然后甚至近距离 看你那个油漆的材质 甲板的材质 这都是重要的情报 平常中国是没有在舰队开放的 至少航母很少开放 它是不可能接近到这么近 去看它的操作状况 所以日本这次可以说 太好了 收获太大了 然后这次就距离得很近 所以这次外交白日出 他就抢硬了 他就说因为第一个 他已经拿到足够的情报 知道中国相对的虚实的实力 对他来讲 已经增加了很多的了解 所以进一步认为说 这个时候跟紧美国 这个表达强硬 是非常重要的 像刚才晃哥讲说 那个航空母舰周围的距离 其实就是它等于 它的一个静置区 你不能随便接近 因为航空母舰情报太多了 你接近那么近 就算没有敌对意识 我的情报也被你收解 所以都不能接近那么近 以前在冷战时期 苏联的侦察机 常常想要飞越 美国航空母舰上空 就是来侦察的 那美国就会赶快派飞机 给它赶走 有一次 有一架苏联的轰炸机 就是等于是 就担任侦察任务 就飞越美国航空母舰的上空了 就真的飞越了 结果之后呢 就失事了 就失事了 是不是被打下来了 虽然双方还没有解密 但是应该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密 已经被打下来了 然后上面的人 上面的这个 这个苏联的官兵 全部都阵亡了 现在这个苏联公布 是意外死亡 好 意思就是说 你接近那么近 在任何国家是 是可忍 孰不可忍的事情 绝对是不可能 但是呢 他现在居然让美国 这样慢慢接近那么久 这种可能 第一个他已经跑不动 第二个 他会解释 美国驱逐舰 被我们瓮中捉鳖 他是被我们包围住了 跑不掉 只好乖乖的被我们押送 所以谁押送谁 在中国的大内宣 自然有他们的一套说法 但是国外 像刚刚讲 日本白皮书 就不是这种说法 好 因为刚刚其实有讲到 日本的这个外交蓝皮书 那再加上之前我们讨论非常多的 美日的联合声明 我们都看到 关注到台海这一块 而且对中国的态度 是蛮强势的 可是呢 不同的人 他那个眼光 戴了眼镜之后 他的观点会不一样 先请教志宏 我们看看的是 后来在美日联合声明之后 日本的首相菅义伟 他又说 他说了这几个字 说什么呢 不能够预判日本会军事介入台海 然后被放大 被一些中国的官媒 还有比较亲中的媒体 他们解读是什么 他说 这个意思叫做 日本确定不会军事介入台海 他说我不能预判会这样这样 他说确定不会这样这样 那个语次 被他变成一个肯定剧了 那我们看到是 谁引用了这个观点 就是吴思淮 怎么样来看说 吴思淮总是 对岸棒的事情 他会放大 可是呢 台湾好的事情 他会把它缩小 甚至会说 台湾这个战力怎么样 都是很弱的 怎么来看 我很这个彻底的怀疑吴思淮他基本上就是在国会直接当公然的这个共谍的行为这样 就是说台湾现在在面对中共各项的威胁 基本上我们的反念都是在稳定整个区域安全跟全球的军事的安全 所以我认为说整个全世界都一样 军队的存在不是为了要打仗 不是为了要战争 是为了要防止战争 每一天这样共机绕台 航空母舰到台湾的东岸 到西太平洋等等 全世界各国都要采取各项的防治作为 中共目的很简单 他就是要进行各项的心理压迫 逐步消磨我们在台湾各项的这种抵抗的意志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空军 或者是我们海军各项的这些防治的作为 包括空军采取警告驱离 或者是进行警告射击的演练 其实他目的不是只有保护我们自己台海的安全 他目的是他要维系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区域的稳定 更重要的目的是说 要跟全世界的民主阵营的国家进行串联 目的是什么 是要防止这个中共这个集权的国家 这阵营他可以无限制的这种急速的扩张 这是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看到这里就是你看澳洲的防长他也说 他开始要重视台海的情势安全 军事重心要转向到整个这个中国的防止中国的威胁 另外美日联合声明也讲说台海的军事稳定的这个重要性 另外英国航空母舰也要来日本韩国 这边要停靠进行联合的军演 这些民主国家都共同的连结的目的在于 防止中共无限制的扩张 防止中共各项的军事造成其他国家压迫 其中包含认知战 那为什么我刚刚前面这么讲 就是吴思怀在国会里面直接用公然的假资讯 去告诉我们台湾的社会说 说这个用错误的资讯说这样的 这样的 去认为日本的这样的言论 他不会来帮助台海的安全 另外还有谁呢 还有国民党的立委李贵民 他说这些美日联合体台这些国家 都是想要占台湾便宜 请教一下 这些国家是在帮助台湾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 怎么会占台湾便宜 我们后来不好意思讲说他们帮助我们 还没有说感谢而已的话而已 他怎么会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立委 他们现在在国会里面这样的言论 基本上就是配合中共的 在打击台湾的认知战的一系列的作为 我希望国民党接下来言论在国会里面 他应该站在台湾的立场 不然未来国民党只会越走越窄小 越走越不到台湾社会的支持 晃哥为什么李贵民会认为说 美日联合声明我们一看就觉得说 他对我们这一块是希望说能够使上力 可是他就觉得说对台湾在吃豆腐在占便宜 我感觉到很难过 美日联合声明到现在公布里 也差不多快两个礼拜了 其实那个声明英文真的不难 你大概全民英俭大概有考过的话 应该基本上看得懂 而且他就放在白宫的网站 你就去看一下你就知道 那个联合声明的脉络其实非常的清晰 他从全球的秩序谈到印太 然后谈到美日安保条件 最后谈到台湾 所以我看不出来那个联合声明从头到尾 为抓头到抓尾 到底哪一句话是要占我们台湾的便宜 完全没有真的完全没有 那每个人脑袋结构虽然不一样 可是我很难理解李贵明委员的脑袋结构 为什么会把它看成说 这个是要占台湾的便宜 其实美日联合声明 他们这次能够提到台湾 而且你大家注意看后续的发展 他不是说那天联合声明我发表完就当做没事了 日本接下来是连续甚至到今天为止 每天都有不同的媒体或是政府不同的单位 在针对这个事情再做很认真的准备 包含他们要拟定他们的SOP 就是说什么样的状况 我的自卫队可以做什么样的动作 甚至有没有要修改法律的部分 还有我的军事的部署要做如何的调整等等 这都是日本最近都在做的事情 这表示说那不是一句话 不是场面话讲完就算了 而他是有后面有配套实际的行动 那这些动作看起来对台湾都是有利的 对台湾没有任何不利 我们台湾也没有少一块肉 我们如果没准备去 怎么会讲说占台湾的便宜 难道在某些人的角度里面 他觉得台湾不应该跟美国日本 或者说这些民主自由国家站在一起 跟他们站在一起就是不守护道吗 就是被占便宜吗 然后要跟中国站在一起 才可以拿针结牌坊吗 是这种概念吗 所以我觉得拜托中国国民党 比较近走的 如果你不愿意继续站在台湾这一边的话 真的我觉得中国国民党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已经很不想去批评他 因为我觉得再批评他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学生老师考试都不及格 老师再怎么讲他也没用 只是你如果 他本来是一个学生两个学生 现在越来越多奇怪的学生 一直冒出来 他们现在那整班都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未来七月要新产生的中国国民党主席 会很辛苦 因为你要把一整班 这个不走正途的学生 要把他拉回正轨 真的会非常的辛苦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老共他们方方面面 有各种的阿Q 或者是用谐音的方式 他们都要吃台湾的豆腐吗 我们来看到是这一个部分 他们那个海南舰 说下水了 然后有一个女班长叫梧桐 他们就说谐音叫做梧桐 好棒啊 好厉害啊 好怎么样啊 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个新闻画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参加海军三型舰艇 在海南三亚的入列仪式 随团采访的央视似乎很懂揣摩上意 精心送上谐音大礼 我们一定会将主席的关怀转化为实际行动 精武强能 正当兼兵 特地找了年纪轻轻的海南舰女班长梧桐 接受访问 原来背后是这个用意 梧桐梧桐念起来谐音不就是梧桐 立刻引发热议还上了热搜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 po文指梧桐名字亮了 小粉红们底下留言 说这难道是官宣 还是对台湾的疯狂暗示 还有人留言 只要统一方便面 而且要梧桐 请习主席放心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中国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 是排水量达4万吨的海南舰 被视为替攻台海量身定做 还有个女班长叫梧桐 和梧桐打完谐音梗 让中国网友自害了半天 也让人见识到 中国网民的脑补功力 极尽走火入魔 赛林新闻 蓝英宏报道 我们再看看 到底网友怎么样来看 这个梧桐这件事情 来说这个 侠客岛官方微博 就表示说 哎呀他的名字亮了 很响亮啊 很多网友就很激动说 哦这个是对台湾有一些暗示哦 官方的谐音梗啊 最为致命 梧桐都出尽了 不言而喻啊 来我先请教亲黄 我好像看都感觉是 无报里面一报 只好把名字都拿出来 谐音来好好的炒作一番嘛 小粉红超嗨的 不言而喻啊 怎么看 超嗨啊 昨天小粉红在嗨一张图片啊 那个图片是什么呢 在中国有一个网路评论家 叫司马南 是一位这个老先生 这位老先生呢 他就是跟他的朋友 去喝了酒 喝了酒之后呢 他发了一个在他的社群上面 那发社群上面去了之后呢 上面就写一句话 这个我们边喝了酒 讨论的主题 如何武统台湾 你也好啊 你就是跟朋友去喝酒 聊天的主题 要怎么样武统台湾 光这件事情呢 小粉红就嗨了 然后呢 就在他下面的拼命留言 好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基本上呢 就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叫做脑补 那如果脑补 小粉红觉得还不够的话呢 再加两个字 自嗨啦 所以才会看到的跟武统有关的 他们都会很高兴 那我就很好奇啦 那你如果打麻将的时候 遇到武统绝章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会发现 像这种状况呢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大外宣 大内宣的空间 就是在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操弄嘛 那这种操弄呢 已经到什么程度呢 他一面操弄民族情绪 一面呢 他还要把这种类型的新闻呢 转出口到对台湾来 转出口对台湾来呢 你就会发现他要做扭曲变更的方式 这种扭曲的变更的方式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个国民党做的跟共产党 真是一模一样啊 像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讨论 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谈话 因为菅义伟的谈话 本来是在国会里面被问到说 这个相关美日声明的问题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 讲了一句叫做 不会预判以全部预判以军事介入 那他为什么要讲说 不会全部预判以军事介入呢 那是因为面对台海问题 你有很多种状况嘛 各位去想一件事哦 周边有事 有事是什么叫有事 打起来也是有事 军舰开过去也是有事 飞机飞过去也是有事 那请问一下 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求日本要做到军事介入吗 当然不会嘛 所以日本首相会回答你叫做 不会全然预判军事介入嘛 然后他下面其实还问了一个问题 叫做什么呢 他会讲说 这个台湾问题是要铭记了 基于中台 中国跟台湾军事失衡 所以你会发现 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谈话 讲得很清楚 但是同样的谈话 到了台湾来了之后呢 不得了哦 到了台湾来之后 先有一家统媒 先写了什么呢 叫做日本首相说 不会军事介入台湾 不会军事介入台海 哇 人家告诉你的事 我会先看清楚状况 再决定要怎么做 不会预设先用军事 那这么一段话到台湾来之后 就等同于 日本不会军事介入台海 这也差太多了吧 人家讲的是ABC 然后你掐头去尾说 就是B 答案就是B 然后这个状况更妙了 为什么呢 这个统媒讲完之后呢 国民党就有立法委员 跟着马上附和他 你看 日本首相都说 不会军事介入台海了 你们干嘛 为了每日声明在自嗨 你就会发现 这种类型认知作战呢 在我们生活中 有统媒跟这些立委演给你看 而且他还附和着 中国的官媒的报道内容 然后到最后渗透到 中国的社群新闻 我们跟台湾联合在一起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开始把这种讯息扭曲过之后 转发到LINE群组 给那些长辈们去做洗脑 所以你看这种认知作战的影响有多大 人家话讲得这么清楚 我先看清楚台湾的状况 再决定说我要怎么做 我不会假设全部都要军事介入 到台湾来被这些媒体 简化成叫做日本不会军事介入 所以你就知道 这种军事作战再扭曲下去 民众如果没有自觉的话 它的影响力真的很可怕 那盈佑老师先补充 这一边的话我刚刚很快的补充一下 刚刚这边讲的不一定军事介入 可是现在的战争里面的话 自卫队他会需要真的把船 开到台海来才叫做介入吗 这个是不一定的 有可能的话就是什么呢 透过电子讯号或者情报 这一块的交流才会是现在 真正在这一个战场上决胜负的一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日本要修法 因为他修法的话 之前是集团自卫权 什么宪法第九条 有很多的规定 但是他在协助美军 什么样叫做协助美军 以前可能是物理的两艘船开出去 OK这个不行 但是我是不是要在法规上面 去重新的定义说 我在这个情报上面的交流 是不会去参设到宪法第九条 或是我再加一个弹书 用这种方式去 避开其他国内的 日本国内其他政党的一个攻击 这个可能都是 启示日本真正在做的事情 那刚才讲到这个武统 这一些 其实我就立刻想到了 当时在这个第二次波斯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那时候 那时候伊拉克的宣传新闻部长 整天在新闻上面讲什么 美军进来就是一片邪海 我们要让他进入第二次的一个越战等等的 讲了很多 可是最后在他讲话的过程中间 美国的飞弹就从后面飞过去 完全的直接现场打脸 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之前有个新闻 中国他的一个网路管控 把他非常多的军事论坛 什么超级大本营什么等等的 全部都关掉了 为什么 因为里面还真的有很多的专家 会告诉你说现在状况是如何 里面也不是说全部都是小粉红 也会提到说一些可能这艘船没有那么厉害 这艘船根本就不是打台湾的 主要是在对南海 对东海这些国家的 可是这些言论在现在 可能都是他在言论管控上面 必须要去管理他不能让这种讯息 真正的讯息散发出来 他要吵的讯息就是像是这个 武统的这种东西 可是因为同一个场合 我们看看的是 就是在那一个 武统的那一个女班长出现的那一个地方 然后习近平不是有去授旗吗 可是被发现说 奇怪他的标情怎么会躲到怪怪 既然都已经可以把这种拿出来炒作了 那为什么他表情如此的凝重呢 法国的国际广播电台法广 一共看到了一丝不详的感觉 来 国陈老师 这个习近平跟前任 胡锦涛 江泽民最大不同就是 其实他公开场合很少有笑容 感觉上都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 然后头有的时候有歪边 所以这就引起很多揣测 不过这个我们 这个姑且不论这些揣测 我们刚刚讲到那位吴同士官 其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以前还有一任的司令员 叫做吴胜利 那不就是不胜利的意思吗 他的姓不对 海军司令员 他那叫真真胜利 对 叫胜利 大家觉得好 江主席有眼光有见识 请这个胜利 结果后来人家说不对啊 吴胜利 就是没有胜利吧 那个改名叫失败 所以后来就叫 本来一开始也是拿他的名字 做文章说人民解放军迎向胜利 所以我们有个司令员叫吴胜利 后来觉得不对啊 吴胜利就是没有胜利 但又不能好意思请人家改姓嘛 所以后来这种宣传就比较没有了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位吴同士官 第一个吴同就是没有桶啊 没有桶 吴桶 吴桶没有桶啊 对 没有桶 那是怎样呢 是独立啊 违法反分裂国家法 所以我相信之后这个文章 又会发现又做不太下去了 第二 这位这个士官叫吴同士官 就是希望他什么 最好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要不然的话 如果不小心发生什么小小的意外 不小心生病 马上又很不吉利的 你看 吴统失败 吴统生病 吴统不顺利 这个都有可能的 因为为什么 以前在中国大陆 很多人取名字 譬如说叫爱国 叫爱党 叫抗美 结果呢 在这个中越战争的时候 很多那时候取名叫抗美 取名叫爱国 取名的人 刚好到了兵役年龄 去打仗 去当兵 结果不幸阵亡牺牲了 结果说这个这么不吉利 这么多爱国的人 叫爱国的牺牲了 这么多叫抗美的牺牲了 这个都不行 所以后来 这个就有一些 有文件就说 对于这些涉及党 涉及中央领导 涉及国家 在命名上 这个地方护政单位 要妥善做好教育工作 不能够随便乱取的 要不然你随便取名叫折东 这也不行啊 所以这个到时候 我相信这个现在做出来 以后恐怕拿出来 有很大可能又变笑话了 这个国家的高层领导 的确让人家就是想不透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的是 最近不是说这个 半导体晶片非常的缺乏吗 有多缺 告诉你 包括可能是洗衣机 或者是烤面包机等等 都受到了影响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 晶片到底缺得 有多么多么的夸张 我们看看的是 洗衣机 我不知道洗衣机也有 包括烤面包机 他说洗衣机的称重 或烤面包机的温度的调控 跟晶片也有关系 那假设是洗衣机缺这个晶片的话 要说有六个月的时间 是缺还蛮久的时间 怎么样来看情况 对 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 缺晶片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以为 只有车用晶片会缺晶片而已 尤其是这个 微控制器的晶片 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得到 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 现在缺晶片的 除了这个手机 车用之外 我们看到家电业 也开始缺晶片 家电业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 洗衣机 烤面包机 吹风机 这些东西 是需要高端的材料 还是其实现在 它不用到很高端 但它就是还是需要晶片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几年大家都希望 家电品质可以再做好一点 家电功能可以再强一点 所以会开始建议自己的客户 把过去本来只要用 45奈米 90奈米的晶片 改用成28奈米的晶片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 发现在大晶片缺货的时候 在中国竟然有人在这个时间 台积电说 我要到中国 把本来2万片的量加到4万片的量 因为我的客户实在太缺了 结果没想到中国竟然有这么一位 还号称是中国政府部门工信部的顾问 这个顾问竟然说台积电你卖来 为什么卖来呢 他说第一个 你台积电带来的28奈米 是落后自成 第二个他说 你台积电来 是来低价请销的 第三个 他说你的台积电来 是来打垮中国的晶片产业的 说实话只有第三点我不能保证 但前面两点 我们都可以保证跟他讲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发现这位顾问 基本上是文科出身的 所以他没有那么了解也没关系 但问题是不要搞错状况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 连中国人自己都跳出来打脸 这一位号称是政府部门的顾问 叫做向立刚的 你看他就叫标题叫 台积电扩产那个28奈米 是要击垮中国晶圆产业 是胡扯 为什么他要写这一篇呢 第一个我们先跟大家讲 这个所谓的落后晶片28奈米 这件事情是真来假的 我告诉你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们台积电来讲 台积电做到7奈米 5奈米 3奈米 台积电如果自己讲说28奈米 比较落后的话 这个是对的 但是对中国来讲 他现在做最先进的是谁 是中心半导体 中心半导体的14奈米 因为他的14奈米的营收 真的太少了 因为良率不好 所以中心半导体的财报里面 把14奈米跟28奈米 合在一起编列 编列之后呢 观众朋友猜猜看 占他的营收比重多少 14奈米加28奈米 大家想说 哇 它最厉害的地方 大家一定下单下最多的嘛 错 中国厂商反而看到中心半导体 14奈米跟28奈米 下单下的反而少 大家都知道它品质在什么程度嘛 所以他的营收占比 连一成都不到 只有9.2%而已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问你 对于中国的晶片产业来讲 28奈米是先进还是落后 当然是先进的嘛 就是相对的嘛 28奈米台积电拿去的 面对你中国的中心半导体 它是属于比较先进的制程嘛 那再来我们再打脸 第二件事 他说台积电的28奈米到中国去呢 是低价竞争 低价倾销 我们给各位看一件事情喔 台积电就是有这个本事 它的价格 不但不是低价竞争 它就是比你贵 它不但比你贵 而且市占率还是比你高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28奈米的晶片的部分喔 这个是你看 这几条线 最上面这条是台积电的线 台积电这条线你看 28奈米的晶片 卖到一片要多少钱 1634块 然后下面的另外一家 这个是格罗芳德 卖的价格是大概984块 至于中心半导体呢 它的报价是多少钱 一片是675块左右 684块 所以你看它的报价 是台积电的多少 它的报价是台积电的 几乎是半价 腰斩才要再便宜在打车 所以你看台积电的价格 比它贵一倍以上 可是你知道台积电 在28奈米市占率多高吗 台积电在28奈米的市占率 是51% 也就是台积电 虽然走到最先进 走到最前面去了 可是台积电在28奈米的制程 即便有联电可以做 即便有格罗芳德可以做 即便中心宣称它可以做 但是台积电的市占率 仍然有51% 而且价格比你贵了一倍 还要再多 所以你想想看 台积电有要跟它做低价倾销吗 完全没有 因为台积电也不需要 台积电的状况就是 我就算卖得比你贵 老子卖得比你贵 但是大家就是愿意买单 因为我的品质 跟我技术就是比你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今天台积电也揭秘 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南京 要扩厂这2万片 因为台积电的28奈米制程 在几年之前 曾经遇到 这个产能控制空间比较多 所以当时台积电的 我们说现在的总裁魏德家 他的状况是 去找了很多的小厂商来 找了这个做安控的 找了其他做家电 把这个28奈米补进来了之后 结果现在有一个大厂商要下大单 这个厂商叫做Sony Sony的感测元件说 我要下2万片的单 4万片的单进来 结果当Sony说要下单的时候 那我请问你 一般的厂商看来会怎么样 一般厂商当然会说 你们这小的就出去嘛 那我就给大客户进来啊 可是你会发现台积电的处理方式 恰恰好相反 台积电处理方式是 这样的讯息看起来蛮熟悉的 很像是从美国变成欧盟的差距而已 说欧盟捧这个百亿 他们想说就算要补贴 没关系 他向台积电招手 还有跟Intel招手 主要就是晶片的部分 他们想说 那是晶片不能够自主的话 那要怎么样办 欧盟这一次大概恐怕要失望了 Intel因为它是美国公司 而且Intel已经确定 要在美国投资 大概200亿美金 它要盖这个先进的制程厂 那我只针对台积电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知道现在世界上 很多国家都希望台积电去设厂 然后他们的逻辑很直接 就是台积电 然后等于晶片 但是这中间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 第一个台积电自己 几乎是要整厂工程师 要输出到美国去 那对我们来讲成本是很大的事情 那到美国成本都很大的 那到欧盟成本